- 秀出魔力,百變髮型,歡迎收看媲美網的魔法秀 那說到了出席重要的場合呢 你一定需要一款優雅得體的明媛髮型 如果你沒有時間去到造型店打理的話呢 也沒有關係 今天我們節目當中的魔法達人 就要教給大家一款非常優雅 非常易學的髮型 哈嘍 大家好 我是希悅 這類髮型呢 在操作的時候大同小異 但是在選擇髮飾的時候呢 卻額外重要 趕快跟我一起學起來吧 首先呢 我們把兩側的頭髮清選一個分居 然後用卡子暫時不定 另一邊也是一樣 喔 接下来呢 我们拿出刚刚的两次头发 先把你扭转 和刚刚后面的辫子 都在一起 我们卡住不掉 另一边也是银鱼 向外扭转 和库面的辫子 和在一起 用卡子固定 那这样你是不是觉得 发型已经完成了呢 其实还没有 我们只完成了一半 最关键的是选择发饰 选择一个很好的发饰 会为你的发型瞬间加分哦 像这种柔软材质的蝴蝶结呢 显得柔和可爱 跟我们的这款优雅的发型 并不相配 这样看起来呢 会有一种人家少女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要选择稍微硬朗 又带有流行元素的发饰 比如这一款 不叠发饰 Alexander D. Paris 这种带有 镂空设计的蝴蝶结 看起来更加灵动 黑白配色 本身很经典 而且又容易搭配 现在呢 我们只需带好发饰就好了 看这仅仅是一个发卡 戴起来就让发型优雅许多 所以选择发卡 对于发型是很关键的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还有发型方面的困扰 欢迎继续关注P美网 更多精彩资讯 等着你来看 那如果你也是杂理发型的高手 也可以通过P美网和小P老师的微博 与我们取得联系 下一个美发达人 很可能就是你哦